她靠着餐饮硬生生让自己坐上了亿万身价的宝座,然而因为自负,一场愚蠢的赌局后,她痛失自己所拥有的餐饮帝国,让别有用心的外国资本谋夺了公司,半生心血化为乌有。 那么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一路走来,她又都经历了些什么呢? 本期的子牙童趣,创始人观察,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个最糊涂的聪明人张兰。 上个世纪的50年代,张兰出生在了北京一个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家庭当中,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事业尤为看重,给予了最好的教育资源。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长大,张兰可以说赢在了起跑线上。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,张兰就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学霸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。 当时,张兰最终考上了北京工商大学,毕业之后,她又选择来到了加拿大留学深造。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张兰会留在加拿大发展,可是没想到几年过后,她还是回国了。 而这一次回国,张兰目标也是相当明确,那就是她要回来创业。 为什么她会有创业的念头呢? 当时国家正值改革开放,遍地都是商机。 无数有志向的年轻人都选择下海创业,张兰也想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。 张兰到了加拿大之后,虽然接触到国外的各种人和事,开拓了眼界,但也吃了不少苦头。 在国外,张兰并没能得到机遇。 她只能去一些小餐馆打打工,用以维持生活,微薄的薪水根本满足不了她的需求。 这也是她想要回国的一个原因。 她将目光着眼于餐饮行业。 得益于做事情非常利落,在工作中很少会去偷懒。 在餐馆打工打了一段时间过后,张兰对于餐饮业的运作模式已经非常熟悉了。 所以,张兰很快就下定了决心,她要做餐饮,她要做特色中国菜,学习外国现金的连锁运营理念,将自己的餐饮连锁店开遍大江南北。 当时在北京,川菜还算是比较少有的,所以张兰瞄准了商机,决定做高档川菜。 可是张兰本人其实对于四川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的了解,所以在创业之前,她还特地坐了趟火车,想要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。 等到再回北京之后不久,她的第一家饭店就开张了。 张兰是个注重市场营销的人,她知道在这个时代,循规蹈矩,做些常规的菜品,那她耗尽心血,都未必能够让饭店名声打造。 她打算标新立异,给见多识广的首度老涛客来点不一样的刺激。 有特色的经营理念,让张兰的川菜馆收获了大量的人气,在北京彻底站稳了脚跟。 截至1997年,这时候张兰在北京已经开了三家分店了,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几十万,这样的成绩,至少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。 然而张兰自己的野心显然更大。 进入新世纪之后,张兰打算打造一个高端的餐饮品牌,把自己底下这些分店特色全部都集合在一块。 甚至,她还想通过这个品牌,让中国菜闻名于世界,笑江兰孕育而生。 凭借着之前打拼下来的人气,消费者们对于张兰是非常期待的。 所以,笑江兰一开业依旧是高旁满座,可以说张兰在餐饮业当中是很少遇到什么挫折的。 毕竟有了几年成功的经验,所以笑江兰很快就在北京多出了十一家分店,每个分店都在盈利。 就算是到了2003年,受到了疫情的影响,这些分店全部都没有亏损的情况发生,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 到了2008年的时候,张兰的成功还在积蓄,笑江兰在她的带领下走上了业绩的巅峰。 不仅市值达到了25个亿,而且张兰也是因此赚了个盘满钵满,成了名气响当当的女富豪。 甚至北京奥运会召开的时候,笑江兰都是合作伙伴,此时的张兰光芒万丈受到了许多人的惊讶。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,这样一个成功的女人也有跌下神坛的时候。 原来,随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不断壮大,张兰打算引入一套昂贵的管理系统。 这套系统需要花不少钱,所以张兰就把自己的股权给稀释了一部分,而结果这一部分股权的正是鼎辉投资。 这是一个成立已久的基金管理团队。 事实上,当时鼎辉投资手底下的股权仅仅只有10%,笑江兰绝对的执张者依然还是张兰本人。 可是后来,张兰太过于执着地想要让翘江兰走上世界,扩大版图,做出了许多错误的抉择。 为了更好的让翘江兰国际化,在2014年的时候, 鼎辉投资把来自欧洲的私募股权基金引入到了翘江兰当中, 对此张兰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他甚至还把自己超过六成的股权全部让给了这个私募股权基金。 从那以后,他就成了翘江兰的小股东了。 第二年,自负的张兰由于不清楚融资的相关规则, 便贸然和鼎辉投资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, 调进了对方社的赌军里头。 结果也是毫无疑问地失败了, 他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自己董事长的所有权利, 翘江兰从此就不再属于他了。 后来张兰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圈套, 那个来自欧洲的私募股权基金就想着空手套白狼, 将翘江兰所有的利润全部瓜分完了之后, 就把这个公司扔那儿不管了。 张兰也因此受到了许多网友的抨击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 仍然有很多人吐槽他连基本的金融知识都没有搞清楚, 他也自己沉寂了很长的时间。 如今,张兰已经不再年轻了, 虽然身上背负了许多骂名, 但是他仍然想要复制当初的奇迹, 又开始打算进入餐饮业准备二次创业了, 也希望他能够卷土从来, 希望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在张兰的故事当中吸取教训, 小心至上, 时刻谦虚谨慎, 不要补给后果的盲目扩张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我, 为我点赞并转发,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以及赞并 aff реально认计 neither 黄反映去 梦